前文在族的書籍上一回 話說楊禄郎和潘仁美在宋太宗面前當面對質 潘仁美顛倒黑白的老奸計劃強詞奪理 楊禄郎因為又生氣又生氣 所以開始的時候都不夠潘仁美博 後來楊禄郎定一定神,他說 潘仁美,你不要倒打一耙 金沙灘一展,我們全家保住萬歲 那時候你去了哪裡? 我七弟丘州解位,你為什麼要逼他力殺四門? 在軍營,你突然提前點貌 為什麼不通知我父親? 我們父子三人被困在兩郎山 你為什麼按兵不動? 我七弟突圍出來找你派救兵 為什麼你要將他亂箭射死? 潘仁美,潘老賊,你毒魚蛇傑 惡此柴郎,累累罪,慶祝難輸 今天你還有什麼好說? 潘仁美,聽到楊禄郎這樣說 連王對宋太宗溫這樣叩頭,他說 萬歲呀,萬歲 楊賢超的說話漏洞百出 這麼沙灘一箭 如果不是老臣父子幾個人拼命去殺敵 萬歲你能不能夠回來京城 都未可知 當時叫楊七郎力殺四門 是老臣有意給他一個機會 讓他揚明天下 至於老臣公誤了卯 難道不應該打嗎? 那個黃龍是老臣的門生 就因為誤了卯 我還殺了他 至於說楊繼業被困兩郎山 有誰看見呢? 說我蛇死楊七郎 誰作證? 萬歲明明是楊賢超 心懷惡意 喊害老臣 求萬歲作主呀 判仁美這樣說 楊賢超就想說 哪些大將沉淋柴乾 狼千狼萬都可以作證這樣 他馬上又想到 萬一過不了判仁美 日後就會連累人家 數一美都在心急 說話就說不出 判仁美見到他這樣 笑了 他說 嘿嘿嘿嘿 楊棍馬 你講說話了 怎麼樣? 利屈慈窮了 什麼? 楊賢超就說 這件事 鐵邊王呼嚴棧 何可以作證 呼嚴棧? 潘仁美想 我已經派人去殺呼嚴棧了 難道 咦? 難道手下的人 車大跑騙我 暗中放生他? 潘仁美眼睛一轉 他又想到理由 他說 呼嚴棧失了糧草 畏醉潛土 沒有殺他就算是開恩了 他還作什麼證? 楊賢超說 你亂說 是你叫兵俊扮成爛路 打劫的盜賊 搶走那些糧草 追殺呼嚴王爺 你想殺人滅口 楊棍馬 滿朝文武 誰不知道你們是兩家人 父子兩代都是好朋友 誰不知道你們是急來哭害我 哎呀 潘仁美這樣說法 竟然由被告變成原告 宋太宗聽了半天 總是覺得潘仁美對 但是 又不能夠定案 他想 隨便敷衍一下 交給三法師審案 於是宋太宗說 各位外兄 這件案事關重大 要仔細審問才行 又誰願意去審你 潘仰這件案 下面沒有人出聲 當然 民武大臣人人心都會想 一個是八賢王的玉妹夫 一個是皇上的外父 我們審得了 一下子搞不好 跌了烏紗帽的事小 馬上的手 連自己的命 老婆子女都沒有了 宋太宗見都沒有人出聲 又問了一次 好了 這次有人應了 神願意請子審你這件案 宋太宗一看 是利暴天官樓天祥 他高興 這個人審案是對的 為什麼呢 原來這個樓天祥和潘仁美 是同鄉 鄉里鬼鬼 而且是好朋友 他的官職 是潘仁美一力保舉他的 所以他什麼都要幫助潘仁美 宋太宗就說 劉愛卿 你要公公道道 一不向洋 二不向潘 秉公辦理 身遵旨 現在說說劉天祥 他回到家裡 就躲在書房裡 一邊喝茶 一邊想辦法 勞太宗為了我的功名 都花費不少心血了 我始終都未曾報答他老人家 這次他老人家有事了 這是報答他的好機會 如果幫他打贏了官司 皇上西公娘娘都會高興 到時我就可以更加官運亨通 我怎麼才能幫得到盧太師呢 他想想想 不過到了埃曼 他又是拿起楊延超那張長子來看 忽然博人來到稟報說 老爺 西公娘娘的總管 大太監劉霸求見 劉天祥十聲站起來 他說 你就說我不便出來迎接 快點請進來 各位 西公娘娘身根的大太監 怎麼會來得這麼快呢 原來 今天散了朝之後 宋太宗回到後宮 太監問他要哪個宮 宋太宗最寵愛西公娘娘潘素蓉 是不一樣的 往日一散一散就去西公了 不過今天有點不同 他想 我今天如果還去西公呢 必定會惹人猜疑 唉不如去靜公吧 他都未曾開口 西公娘娘潘素蓉已經打扮得花枝朝展 從一班公娥美女 衝擁著來迎接皇上 潘素蓉一見到宋太宗就跪下行禮 萬歲 神妾接家來遲 請萬歲恕聚 宮內已經擺好酒席 請萬歲赴宴 啊 愛妃勉禮 朕今天有點不精神 不去了 嗯 萬歲 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啊 都不知哪裏得罪了萬歲 為何對神妾這麼冷淡呢 講完 用衣袖掩著臉好像想哭 宋太宗當堂心怨 好好好 去西宮 去西宮 潘素蓉一聲就笑了 陪著宋太宗一起來到西宮 喝宴吃飯 吃吃吃 潘素蓉忽然哭起來 宋太宗就說 美人啊美人 又為了什麼事啊 萬歲 神妾在宮中 陪伴皇上你 享盡人間富貴 但是我爹年紀這麼老了 現在被人家誣告 說他謀反 唉 做兒女的 不能夠為父親分憂 想起來 實在令人難過萬歲 咦 我說我 是這樣 那你不需要憂心 孤皇已經派了利暴天官 劉天祥去審問這件案 他來辦案 那美人還不用擔心 是不是真的 难道孤王还会骗你吗 潘素蓉对着宋太宗千娇百味地笑了一笑 哇 宋太宗当堂昏大浪 好像喝了一斤酒一样 潘素蓉就趁着工女 跳舞唱歌的时候 就借耳朵起身 走了过去递间房 叫了个心腹太监总管刘巴黎 小小声交代他几句 那才入回直陪宋太宗喝酒 刘巴依照潘素蓉的吩咐 带着两个小太监 抬着礼物去天官府找刘天祥 刘天祥在大厅门口迎接刘巴 一见面就作个泣 哎呀 刘公公 哪阵香风将你吹泥的 哎呀 哎呀 刘天祥 你个人这么聪明的 难道你还猜不到我是为什么事来吗 哎呀 下官不知道 老公公请进来坐 刘巴进了大厅坐下 他说了 你不要炸帝了 太师爷的案 现在交给你来办 你行大运了这趟 娘娘知道你一向围观清廉 叫我带了些东西来给你 说完 将一张礼丹递给刘天祥 刘天祥打开一看 嘩 口睁开就不适合回买 都是那些奇珍异宝啊 什么猫而眼啊 金刚钻 珊瑚树 珍珠链 马脑翡翠 金银首饰等等 欢喜到刘天祥未开眼笑 哎呀 做了这么耐官 拼命地爬 都没爬到过一件这样的宝贝啊 想要珍富贵还是帝王的 于是他就刘巴说了 老公公 我们是自己人 必不得这么客气啊 收了他了 哎呀 现在是开头 建案搞定之后 娘娘还有重赏 哎呀 多谢娘娘 翌日一早 刘天祥升堂审案 很多人都来听审案 刘天祥先不先派人去提判仁美 又派人去叫杨言超 过了没多久 两个人都来到了 刘天祥就说 又请潘太师 刘天祥将潘仁美带到大堂 立即帮他除了认据 刘天祥用眼光一揽 看见是楼天祥的 哎呀 当堂放心了 他说了 他说了 参见大人 潘太师 勉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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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礼 看座 看座即是叫人摆张椅给潘仁美坐 多谢大人 多谢大人 刘仁美说完就大模大样地坐在树 他说了 接着楼天祥黑起一面 说 戴杨言超 是 一会儿 杨言超来到了 他望一眼大堂上 啊 只见潘仁美居然坐在这儿 我心里当堂病病一声 为什么 我是原告 就被人拉到大堂 潘仁美是被告反而舒舒服服坐在这儿 为什么 刘天祥拍声一拍经堂目 杨言超 你私通辽国 涵害潘太师 又来到京师做辽国的内影 哼 你罪恶涛天 快点如实招来 杨鹿王就说了 大人 我是原告 为什么不问潘仁美老冊反而问我 本官喜欢怎么问就怎么问 你理得这么多呢又 但是无论怎么问都好 都不能把原告被告调转来的 大胆 你竟然敢顶撞本官是吗 一例 将他拉下去 重打五十大板 杀下他的威风 是 几个警察如狼似虎 将杨鹿郎拉住 推了他在地上 就想动手打他 正在这个时候 大堂门口 含含声乱上来 跟着有个人 走上来 大喝一声 九庄官 你胆大包天 竟然想伤害杨言超 快点停手 好 刘天祥跟着一声 看过去 哎呀 是八燕王来 八燕王为什么会来到这处呢 八燕王很棒 他知道楼天祥今天要审理潘洋案 他不放心 所以一早起床 就换了一身便服 就来到楼天祥的利暴天官衙门 他见到里面已经升堂办公 就走进去 逼到他前面 看得一清二楚 真是岂有此理呀 潘仁美大无私让坐在大堂上 八燕王已经怒到百多火了 接着还听说要打杨六郎五十大棍 哎呀 真是罚都出火了 所以他就举起金简就冲上大堂 刘天祥一看 哇 冲上来的是八燕王 当堂吓得他坦了 他的三宙笼里面 还收着那份礼丹 心慌啊 连说话都几乎不懂得说 八燕王 我我我我我 哎呀 那你怕死就快点扔了 还说什么 哎呀 谁知他已经考到整个远了 不懂得动了 两边的警察 也认出是八燕王 就谁都不敢动出 八燕王怒火冲天 大喊一声 你这个庄官 激死本王啊 上前一步 举起金简 对着楼天祥的兜头打下去 只听见 啵咚一声 将他打到头颗开花 身在中 皮靶整个打了落地 衣服就一样 咦 又将紫雪 声个飞了出来 八燕王眼快了 连王撿起来一看 原来是潘素荣送礼那张礼丹 八言王想 你这个奸妃 怪不得刘天祥一升堂 就要打我妹夫 原来你早就送了礼来 对了 我拿他给皇上看一下 叫他分下道理 八言王望望刘天祥的死尸 这个心想 有这张礼丹在这里 你今天不死 明天都要死 他订阅头对警察说 日来 将尸体用草籽卷起来 停后发落 讲完就对着潘仁美走过去 喝他的声音说 潘仁美 就这样一声 喝到潘仁美眼都定了 整个一张仪树 一会儿闪到地上 马上就跪在这里 慢地叩头 千岁要命啊 要命啊 要命啊 要命 我拿你命 八言王举起金简 正要打下去 杨禄王连王一个箭步 冲上去托着八言王的手 王爷 请你不要发火 判杨两家这件案都未曾审清 你如果打死了他 那他就无法招供 我们阳家就会永世蒙受不白之冤 八言王一想 八言王一想 又是 好了 等他多长几日命吧 八言王说 一来 将老责运入牢 没我的命令 谁都不准提审 各位 刘天祥被八言王打死了 究竟又用谁来審判洋案呢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刘天祥被八言王 爹 断 你 不 我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